请收看 汇律法师 博学讲座 离一切像 凡所有像皆是希望 二 离一切明 所有的树木也是假明 人也是假明 桌子还是假明 大楼也是假明 森林还是假明 整个地球延期的安排一个明像 都是假明 万法但有言说都无实意 都没有真实的意理 第二 叫做离一切明 三 要离一切意 明 像 言说 这个明很难离的 明像包括语言 包括文字 每天所说的话 语言就是无形的明 文字就是有形的语言 就是这样子 你看打开每天报纸 就是语言 文字就是明像 每天讲话也是明像 所以这个明是很难离的 就是语言 文字 阴生 一赞叹 清飘飘 一毁谤 起称恨心 第二观就没有办法通过 众生 第一观就没办法了 离一切像 这第一观就倒了 对不对 第二观 语言 文字 放下 第三观 你所透过语言 文字 失为的 对不对 你多多如如不动 不受影响 那可能吗 很简单 如果你是蓝的 立的批评你 你会跳起来 如果你是蓝的批评你 你也会跳起来 第三个就是思维 巩固自己的观念 我是蓝的 或者是绿的 我是国民党 或者民进党的 对不对 那个思维 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了 这世界就是这样子 包括我会理往事 也是会有人批评啊 对不对 你必须解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的 有树木的地方 就一定有阴影 有森林的地方 一定有杂草 有圣人的地方 一定有背叛 这是逃不掉的命运 这生灭法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有树木的地方 它一定有阴影的 一面是阳光 一面是阴影 有森林的地方 树长得很茂盛 一定有杂草 一定有杂草的 不可能那么漂亮的森林 没有杂草 有圣人的地方 它一定有背叛的 是不是 也不是说 你圣人 讲的 去 人生宇宙的真理 标准 它没有善根 它攻击你呀 伤害你呀 它随便 拿一个角度 切入 它就可以讲得很难听的 可以讲得很难听的 是不是 第三个就 更不用讲了 你一切思维的毅力 最后一个就最难的 你一切种植跟习气 你内心知道 不要贪 不要撑 不要吃 可是你控制不住 你分到 以你有关系的事情 关键的事情 立志当头 哪一个 能够破除贪嗔痴 有可能的 所以 这个时间啊 修学佛道 说实在话的 行不行 得看你 下不掉进决心 要是要决心 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这残酷的现实 是有时空性的东西 在这个角度 是这样解读 另外一个角度 又是另外一种解读 所以 你很难 注意听哦 你很难 把这个时间 把它扯到 完全清楚 没有办法 这个时间是永远 有灰色地带 这边跟这边 会有重点 这边跟这边 也会有重点 一定有重点 灰色地带 所以记得 除了你自己 有理想以外 包容 那个灰色地带 是你的人生 才能美丽的 水清 则无雨啊 水太清 是没有雨的 你一个人 一直看对方的 缺点 你不会有朋友的 所以 某些事情 要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过得去 就好 对自己的 起心动念 要严格的 把手 对别人的 那就是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跟结婚一样 结婚以前 睁大两颗眼 而结婚以后 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到七十岁了 已经 孩子都长大了 怎么样子 如果还不安分守己 七十岁了 对不对 男人还不安分守己 那个就是 女众 就记得 闭上双眼 对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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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样 补那句 死死的 好 对 阿弥陀 去死 好 那句不能够了 我老公七十岁了 不吃狗 我还讨厌 吃这个 他说 台语 还没要吃鱼 等下来 阿弥陀 结婚前 睁大两颗眼睛 结婚以后 睁一点 闭一只眼 如果你七十岁 请闭上眼睛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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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外 有小三 我说 阿弥陀 你几岁 他说我七十岁 我七十岁 你现在要问什么 他说我晚回 我晚上要回 七十岁就食物 食食可可 那个主人 你会有什么 他说 谁有这个主人 吃啊 拆出来 你就是要拆起来 他七十岁 你老公怎么 眼睛闭上来 他就去阿弥陀 阿弥陀 好 一句就跟他说 好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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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他 阿弥陀 阿弥陀 有那个报道 问现调查 yn À弥陀 ал 就是 我li 一把 我 twins 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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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